马Q的妈妈三年前被发现罹患了大肠癌 在家人的鼓励之下 她动了手术 抗癌成功 不过没有想到最近她的癌症指数又变高了 让家人非常的担心 因此呢 马Q妈妈她也把最近一个月通告全部都退了 准备在这个礼拜住进医院 好好做个全面检查 开心和女儿跳舞 镜头前总给人乐观豪放形象的马妈妈 很难想象其实她的身体出了状况 三年前马妈妈突然发现自己罹患大肠癌 在家人鼓励下动手术治疗成功抗癌 但没想到最近癌症指数又变高 让一家人很担心 马妈妈坦言最近一个月的通告全都退光光 会在这个礼拜住进医院全面检查 我觉得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有工作就已经很幸福了 然后假如出唱片 然后或是妈妈有去上通告 有去拍一点戏啊 可是不要把自己身体搞累 医院女儿马Q的关系加上前卫的画风 让马妈妈成了各大综艺节目争相邀请的对象 只是似乎行程太满太劳累 让原本好转的身体又出现警讯 现在妈妈专心调养身体至于最爱的通告 暂时不上了 一切以健康为主 中间讯人曾建讯两响 佩健外入台北采访报道